欢迎回来 金芝演射即将重演经典作品《季特洛伊》 这个作品改编希腊史诗悲剧 而且全部用很优雅的台语演出 《季特洛伊》有很夸张惊悚的服装 还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而且她晚上演出格外有气氛 《季特洛伊》是金芝总监王荣裕在18年前的作品 当年由王荣裕的母亲格宰器小生谢月侠领衔演出 结果在华山的首演 王荣裕意外被捕 轰动了台湾艺文圈 王荣裕说这次重演要献给天上的妈妈 请她一起看演出 像这次我演的是 其实在西亚悲剧里面 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角色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自我 自私 然后呢暴力 然后那个导演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不够坏 不够野 不够野蛮 不够血腥 PSC 在史诗里面希腊的军队一直无法出航 因为风太大 她骗她女儿说 你来我要把你嫁给阿基里斯 因为阿基里斯是最有名的战将 可是她女儿满心欢喜地以为说我要来嫁人 这样 就没想到她是要来献上献祭用的 献祭完之后马上就起风了 所以这个段落在 在整个在这个希腊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这个献祭 希腊就不会去打攻打特洛伊 因为我本身是从小就不会讲台语的人 然后再加上从十岁就开始学习京剧 所以我是操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的一个演员 而且这回的台语它是很文的 所以大家都说其实非常的不好讲 那对于我来讲我是连口语都不会讲 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帮我雕 这首歌我刚才说了十八年前 它演的是在华山 当时在华山演出的华山还去废墟 我们演完之后 第一天后第二天就去拍出所 过去八点钟 但是到后这个地方 工部门就把它释放出来给艺文团队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文化部的 还有变成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文的 一个所谓的特区 其实这次已经有三版了 那第一版的时候是十八年前 我妈妈十八年前 她是高宅去小时 她就跟我们演出了 演一个说书人 第一版的灯光设计是张战涛 张老师 她是前云门的灯光经理 台湾Top1的那种 第二版才十年前 还是一样 我妈妈也演了一个普里安王 就是特洛伊德王老王 那灯光设计还是我们张战涛 我们陶哥陶书 那第三版 陶书跟王妈妈他们在天上的 所以我们这一出戏 在云门演出 可以说是我们在献给天上的 这两位前辈